所以是宝月伦 这个在我们本师教法中 释迦牟尼的本师教法中 他特别强调 这是个不可以丢弃的根本 他叫菩提心 叫菩提心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在提到菩提心的时候 这个有几种 我们修行中 你要是本师释迦牟尼的徒弟 有几个根本你要抓住 这几个根本 一个是出离心 一个是菩提心 一个是大悲心 一个是方便为究竟先 所以是你在修行中 要从根本上懂得 释迦牟尼教授我们的佛法 它的根本在于这四心的教育 第一 我们要出离心 出离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 这个地球 不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有一个 去了以后 你可以变得更漂亮 你可以变得更美丽 变得更健康 变得可以永生不死的 这么一个国土 这是我们原本的家乡 这个家乡叫法界 叫一真法界 叫长济光土 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教法里面 它称为天国 是上帝的乐园 上帝的国 这是我们根本的家乡 你在回家乡的路上 有的人 他的脚力好 驾驶技术好 一踩油门 一辈子不放松 就可以回到这个永生的国 长生的天 那么就可以 寄身成就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很多人成了阿罗汉 很多人成了菩萨 那这些人 就是根据释迦牟尼的教法 认知地球不是我家 我要回去自己的长生天 回去自己的长生国 回去自己的永生的地方 不再有生死的轮回 所以用了一些特别的技术方法 使自己修行成功了 那这一生他在活着的时候 就成了活菩萨 活罗汉 活神仙 活着就生活在这个长生国里面 得到了不死 所以是这个出离心很重要 如果我们一旦不能出离 那你就会在六道中再生死轮回 这六道是天道 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说不是我们今天是魏塞节 作为全世界的佛教徒 或者是正信的 对真理追求的人们 都应该重新认知 我们应该生起没有侠义的出离心 不要在地球这个客栈 这是我们经过的一个hotel 经过的一个旅馆 你不要在地球上耐着不走 你不能永远地以地球为家 这是殊胜的 无瑕的出离心 作为你是一个圣贤的 教育的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你必须生起来 那么离开这个地球去往天国 回到长生天 回到自己永恒的长祭 光土中间去 在那里面 获得永生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自己 觉醒了要去 所以说我们 生起了 大慈大悲的心 对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儿女 一切的 一切的善缘者 我们都想帮助他们认知这个真理 认知这个道理 也从这个地球 低微空间中出离 回到长生天 回到长祭光土 回到这个不死的天国 获得永生 那这是什么 这是所有的 这个我们在自己的慈悲心的 升起的基础上 把最好的东西要和 自己至亲好友 亲朋好友 自己的至交 去分享 这个我们叫 发出 菩提心 发起的 升起的菩提心 就是我要处理 我也带着这些人一起走 这个叫 发起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 它长什么样 所以菩提心 它有个相貌 相状 所以这个菩提心 它大 它近虚空变法界 小它可以变成一个 小明点 安置在你的心中心 大 它近虚空变法界 所以是 在这样的基础上 你要认知 它可大可小 那它就是个空性的 它没有一个 有形有相的相状 又见诸相非相 是见如来 它的名字叫如来 叫如来藏 菩提心叫如来藏 所以它没有一个 固定的相状 所以是这个 你认知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它就叫什么 圣意菩提心 你知道它是个空的 它不是一个执着的心 不是一个固定的 什么是菩提心 就是出力六道 带着大众一起出力六道 这就是菩提心 它近虚空 变法界的圆满 所以它是空性的 那就是第二层的 殊胜的 圣意菩提心 你就得到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你还要 你只对认识的人 亲朋好友 有这样的菩提心 那你还不够 不够就是 你还要对六道 那恶鬼道很苦 地狱道很苦 你看不到 但是圣贤教育里面 本师释迦牟尼 告诉我们有六道 这个千圣所说 我们不得不信 自古以来的 所有的圣贤 东方圣贤 西方圣贤 都说有六道轮回 我们就不能太执着于自己 太执着于自己的信 还是不信 而是真诚的信 有六道轮回 那么所以说 我们的心要广大圆满到 六道众生 这包括了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所有众生 包括人鬼道众生 畜生道众生 恶鬼道众生 那么地狱道众生 这就叫广大圆满 这叫大慈大悲 前面是慈悲心 升起的这个菩提心 那么现在是大悲心 大悲心 就是整个近虚空变法界 无不包裹在内 都包裹在内 这就大了 这就大了 所以大悲心 跟菩提心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想觉醒众生 你自己觉得没有 这个觉和未觉 这个在佛门专业术语 叫明心见性 你明心见性的人 叫觉者 未明心见性的 叫不觉的人 叫谜 它有个名词 一个走之 一个大米的米 迷迷糊糊的米 迷路了的米 那么你未明心见性的人 叫谜者 明心见性者叫觉者 很多人标榜自己 明心见性了 那请问 你有没有在额前这儿 能够把这个月轮 聚起来 为什么 在第三层的菩提心里面 这个我们的这个圣者 龙树菩萨把它总结成 这个月轮济世 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闭着眼睛 睁着眼睛 都能看自己额前这儿 有一个保月轮 这叫功夫 十相菩提心 又叫三摩地菩提心 就是你必须用功夫做出来 见此保月轮 见此保月轮 保月轮里面 还能现出所有的圣贤 或者你所修炼的本尊的光明像 叫静像 干净的静 静像 这叫见性 你光看到个保月轮不行 保月轮里面 有没有看到 诸佛菩萨 诸圣贤的国度 净土 乐园 和里面的宫殿 以及里面的所有的眷属 比方说你是 献出观音菩萨的像 你光看到观音菩萨还不行 你要看到观音菩萨的子主灵净土 净土里面的龙天护法 还有所有的圣众 这个叫彻底的见性 彻底的见性 你见阿弥陀佛 你见药师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会见到他的谈诚 他生活的国度 生活的空间 和他一起生活的眷属 这叫见性 见保月轮只叫明心 所以这个 所有的密法 东密 藏密 唐密 修药中 特别强调 一切诸佛菩萨 视线的时候 是在此保月轮中视线 月轮里面 观莲花 莲花座上 献圣尊 献谈成 献眷属 献护法 不是你大脑中 不是你大脑中想象的事 这叫三摩地菩提心 到这个时候 你的大圆镜质 展现出来了 叫明星见星了 这叫十项菩提心 三摩地菩提心 真得了 真得了菩提心 在这个里面 菩提心里面 可以生起 所有圣贤的 谈成和国度 包括你要去极乐世界 要在这儿献出来 你要去 这个 耶稣基督的乐园 在这儿献出来 因为它是法界的通道 这是功夫 三摩地菩提心 就是功夫了 那么你自觉了没有 那就问 此宝月轮成型了没有 稳定了没有 如果稳定了 你今生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我们菩萨有灯地菩萨 二地菩萨 一致是往上数 八地九地十地圆满地 叫法云地菩萨 你如果宝月轮稳定的 你自己不需要人家认和 你在里面能观法界 能和跟法界合 那你就是八地菩萨 叫不动地菩萨 从此你这一生 不会再退转 叫不动了 不动地了 金刚不动了 这个是什么 菩提心 菩提心这里面 这个在鹦鹉所住 它里面是空的 就像个电脑屏幕 就像是个电影屏幕 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投影机往上一投 就出来东西了 它就能够映现整个法界 这虚空编法界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这个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在鹦鹉所住 那个电影 一个节目 一个电影放完了 屏幕归空了 接下来用这个屏幕 再放第二部电影 你的电脑关机了 开机以后 再打开另外的界面 或者把一个界面关掉 再视线另外一个界面 只有在空性里面 它才不停地 不换出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画面 所以要知道 这个真正明星 见性的人 宝月伦成就的人 它因无所住 就是不会执着着 一部电影老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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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一部 它会换片 用完一个界面 它会换片 不执着前面那个片子太好 看一辈子 所以它就空性 腾空 把原来的东西化空 化不见了 化不见了 再放新的片子 叫儿生其心 就是你既然有这个 你再投影 你现在投影的是南方世界 你现在能不能投一下北方世界 你能不能投一下东方西方世界 都能投影出来 叫儿生其心 在修炼中很关键的 第一你要腾空 第二你要什么 而生其心 要能够心念一动 法界所有的东西都从此宝月伦中 视线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过去的大德 把魏塞节定在五月的月圆之日 大家现在懂了 这图显了释迦牟尼 诞生是在月轮中诞生的 悟道是读明星而悟道是读此日月星之星光 是宝月轮里面的这个密点 精灵剔透的明光 他悟道了 就叫明星见性了 怎么就悟道了成到明星见性了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看到法界了 看到魔来干扰他了 看到天界的众生给他沐浴 来献贡 因为他悟道成佛了 来赞叹 那么最后圆满的要光化 要化死在宝月轮里面 他的涅盘 他的身体不是 肉身是不要了 他在肉身里面 要出来一个和肉身长得一芒一样的 一个金刚光做的身体 化到那个月轮里面的 近虚空变法界的成绩光里面去 这叫成 这叫涅盘日 从空里来 从月轮里来 从月轮里去 叫不来什么 不去 圆满回归成绩光 所以这是他的涅盘日 所以 这你才明白 这个古大德为什么定五月的月远 日 为 为 为才 这是提醒我们这些佛教徒们 像 老师的样子 不能够 loss 你的月轮 不能够 丢失 你的月轮 这个功夫界 有句话 心静 长玄 西天 月 你心一静下来 就应该和这个月轮 同 在月轮里面 用眼睛 在月轮里面 用耳朵 在月轮里面 用大脑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这个未在节的庆祝 不是简单的一个游行 简单的一个唱歌 所以它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遇佛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 无量 请不吝点赞 到来